其实自从这个政府宣誓说要开征这个所谓的奢侈税 或者一般人说它是打房税之后呢 其实建商当然面对了这个直接的这个冲击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部长 有没有建商试图透过什么力量 跟财政部这边做反应或者施点压力 因为基本上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在严女法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会开会嘛 开会一定会找相关的人士来 学者专家业界的代表等等来做一些沟通 有业界代表 业界代表当然要有啊 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能闷着头做事情啊 对不对 那业界代表讲话没人听就是了 不听我们就是有道理的听 没道理当然就是谢谢嘛 这是我们在这个严女法案过程必要的过程 第一点 任何人的意见我们都要尊重 那我们也会判断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那我们也会斟酌我们的目的 是有必要的一些调整嘛 好那业者在这个开会当中 有没有提出任何让财政部觉得有道理的建议 因为基本上讲起来业者的角度 他是做生意的 这个说真的江本求利也是应该 那问题是有一些措施 假定不符合我们的这一般社会的期待 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够去做同意 所以他们的建议可能都后来都没有采用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 都没有采用 那当然了在这一波这个消息 这个就是传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天这个股市里面的这个营建股啊 就就大跌了 对不对 虽然没有到这个跌停那么惨 但是事实上是走了好几天的这个就是变率了 那比如说像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些股票 我手上有一些资讯 从2月24号一直到2月25号宣布奢侈税之后 他们的跌幅最低 大概都有跌到百分之16百分之14百分之15百分之19 就是下下这个修正 那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投资大众也说 之前呢有这个什么什么投资专家分析说 你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但是房子反正会稳定上涨 那干脆就去买营建股 所以这一波买到营建股的投资朋友 但是同样的道理跟主持人报告一下 股市它有市场面跟基本面 总是有涨涨跌跌嘛 那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问它什么原因 那跌的时候通通是规则这个原因 也不见得合理 所以这里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投资 尤其是正常的投资大众 一定要消息很清楚 不要有些这个市场消息啊 风吹草动啊 就做一些不理性的动作 统统买房子一样啊 买房子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我不可能买个房子 那每天买买买买买去 不可能啦 因为一般人的财力也没有 所以对这一类的人就没有什么影响嘛 那只有完全那种买了买了 就垫高一直加 那个我们是要打的 不是正常的嘛 对不对 好说到了就是说买卖非常异常 然后事实上一个人还找了很多人 甚至还成立这种什么 叫做什么房友社的 我听说还有人成立这种公司 专门来这种炒作 或者是就去分这个利益的 那这个部分如果是用人头户 这个财政部怎么查呢 基本上讲起来 我们现在很多法律是 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它有形式要件符合 那我们不能说 你这个是假的 你说我们不能一样先去怀疑 直到后面真的有不法了 或是不当了 那我们才用法律的方式去制裁 就税的角度来讲 我查到了真正是你用人头 或者是说你真有逃漏 那我用法律来查 你问他他不会承认的啊 那当然就变成我要试证要去查 那有人事实上 手上一百多户的房子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 一百多户房子 他本身财力购 他买一百户 说买一千户 他假如是合法买的 他有钱付还本金付利息 我们不能说他错啊 可是如果那个名字里面 有很多根本是跟他毫不相关的 那就是他们之间 自己的这种关系的问题 就是当事人之间 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利益共同体 他就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是OK的 也不是说OK的 就是说基本上讲 这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 不是社会的常态 今天你愿意帮他做什么事情 你们之间怎么嫁金 怎么安排 你们自己谈好了 但是你不能是伤及到 我们社会的秩序啊 不能伤及到 我们金融的这些规定啊 假如有这些问题 那当然就法律来伺候 那这样听起来 我就有点听不懂了 那所谓人头户的认定 又是什么呢 所以这些认定 就是我们要泛泛讲的嘛 就是说今天你跟子女之间 你今天买车子 用小孩名字买车 算不算人头户呢 这就是大家去 对着人头户的定义是什么 对不对 违法的人头户 才有法律的责任啊 对 合法的你今天妈妈出钱 买个车子 登记小孩的名称 这算不算人头户呢 所以这就大家对这种 人头户的定义哦 要先把它厘清 对 但是我们说人头户 应该不是这个 这个相对来讲 就比较简单嘛 对没有错啊 我们说的就是为了 这个炒作 或者是为了要利益 或者为了要短期的进出 然后规避某一些税制 对 他才去找 可能跟他不相干的人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某个程度 那这个认定有 有有有 有有 这个就会发生 像我们为什么 在遗产税里 就似同正于 对 他说是 我说不是 我就要给他罚了 对 就要补税加罚了 这就是一些认定的表现 这就是某个程度 的人头户的概念 OK好 根据这个 媒体的这个调查 一般的民众认为说 在开申奢侈会之后呢 他们预期呢 可能最多的是什么 会下降一到两成的 有这个三成三的 民众认为会下降两成 不过根据部里面的一些 区域的研究 应该是 不同的区域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就是房价 它一定是地区 对 个别动的 它不可能是用平均式 平均式对个人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基本上 是一般民众 现在只是在心理层面上的反应而已 所以没有办法去做 非常好的这种参考价值 因为每个人的期待不一样 对 不过部长 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媒体 或者是有很多的防纵网 现在发现 有出现什么下杀物件 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了 这也是市场的用语 市场的用语 因为今天我们是行政机关 我们的目的是 很多人拿出来下杀 也不太妙吧 这就是说 他又把它造成 另外一种反操作 所以说我们 来促销吗 这个就是当事人的目的 我就不予置评了 对不对 这是完全 因为市场还是两面共虚的 对 那我们今天当事人 一定要很审慎 对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觉得合理你就买 你觉得不合理你就不要买 不过有很多的 平常讲 有很多的社会大众 他的判断力 有的时候也是根据媒体 或者是根据政府的一时的操作 其实真的一年前或两年前买房子人 真的没有想到说 在今天他会面临这个了 我说的是一般的老百姓 而不是说什么操作人头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还有两位这个学者专家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开征奢侈税的问题 我们来欢迎两位 第一位呢是政大地震系的教授 张静儿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资深媒体人 黄光琴光琴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请这个教授先提出来 就是说刚去 我们刚才跟部长的这个访问 您觉得这次政府要开征这个奢侈税 一定可以百分之百 照财政部所说的 税率不打折扣 不落日 同时不溯率既往 一定办得到 当然这要看政府决心了 我刚刚讲 当然政府现在 新政院端出的本来 显然是已经有这个决心 可是还要立法院这一关嘛 那立法院会不会 三七折八扣也不知道 其实过了政府执行的力道如何 执行会不会高级 轻轻放下 这个刚刚讲 有很多特殊的条款啦 或认定上会不会有 有让人家觉得有模糊空间啦 或者这投资客 这个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啦 这等等都会有执行的 打折扣情形 可以看到刚刚很关心 就是说怕伤极无辜这件事情 我是很不以为人啦 到底伤极无辜 到底涨过头没有伤极无辜吗 伤极更多无辜啊 伤极全民的无辜耶 现在跌下来 这个本来就应该有些 说我去年买的 结果你说我不知道 那本来就是你应该负责啊 房价不合理 我们两年前就说 房价泡沫不合理 那大家不相信 觉得你不合理还要去买 那当然你就要面对 这样的失败嘛 那我要讲 从商价上涨 到底谁赢谁输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整个来看 大概68.5%的人 是只有一屋房子的 就一个房屋的 几乎这七层 只有一个房子的 那少部分两屋以上的 两层次无壳瓜牛 房价上涨 无壳瓜牛当输家 这个上涨 两壳以上是赢家 可是七层人是赢家输家 事实上上涨对他是输家 不要以为 大家以为说 我们上涨 我们一壳瓜牛是赢家 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换不起房子啊 还是换不起房子啊 那我卖掉交走 薪的更换不起 然后我现在住的房子 越来越差 对不对 那我现在交的房子 低下数也真高 我都有什么好处 实际表面上 财富上 所以政府这次 想不打房 我会觉得 没什么意见啦 不过基本上 房价不合理 是不是我们学界讲 不合理啊 对 最近是业者将来 业者都不合理 业者都不合理 如果这个行政院的版本 他有没有自信 那么这中间有修正 该怎么办呢 另外所谓的商机无辜 其实也不是我讲的 其实连政府的官员 都这么说 这是每一个人的立场 跟认定的不同问题 没有关系 广告后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讨论